我們剛剛說曾經把劇情稍微做了簡單的改編 意思是來自於說 這個大樓改到台北的101大樓這個地方來看待它 我們現在開始來思考一下 第一個 當有這些意外的事情發生完的時候 當別人對我們要求 在這個整個故事裡面來講 有哪幾個人可以算是我們的一個 潛在的利害關係人 哪些人可能算是我們潛在的利害關係人 跟爆炸這個事情發生完之後 跟我們會有一些影響的 哪些人開始提名 員工 是受傷的市民 等一下 說員工 好 第一個我看到員工 第二個是受傷的市民 所以沒受傷的市民就不關我的事 只有受傷的才算 也是有 但比較小的觀點 所以可能 所以 受傷的市民可能算 可是另外一堆 在旁邊被嚇到了沒有受傷的人 算不算我們的利害關係人 就你們覺得 有受到影響的 在這附近的鄰居經過的人 我們都會把它先算進來好了好不好 我把它叫社區這個字眼 先用這個字眼來看看它 好 還有呢 還有誰是厲害關係人 股東 股東 為什麼股東算是我們的厲害關係人 為什麼在這件事情裡面來講 股東是厲害關係人 因為他決策 就是他在決策 有一個影響的因素 是他害怕股東出外的 這樣 是 然後他直接要去進行 好 就是 這個事情當中引發的各式各樣的行為 可能會影響到股東的一個 潛在的一個利益的部分 好 還有誰 可能算是厲害關係人 警銷人員 警銷人員 為什麼 因為在恐攻之後 一定會有很多警察跟消防隊員 說找不到道具 身上那個衣服是破掉了 不能進去 之類的 開始要穿衣服進去 因為這裡是台灣 因為我們要 台灣是這樣回座 裝備都很難開更新 然後在那個 個案當下 不然應該是 除了當然日常 把一些 這些企業 就是 遭受這些人保護以外 就是當下一些 諮詢的維護 都要跟這些人有關 然後這也跟 當時候這些企業的領域 也會有一些影響 這也算是當時候的第二名 還有沒有別人 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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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少了 他領居 他領居 文哲 柯P 柯P 柯P喔 因為老師你不是說那個嗎 但是你不是說那個 台北101嗎 對 心靈的原則 當小國 所以你講柯P 你就要講柯黑人是不是 蛤 所以除了柯P 柯P之外 柯P也要放進來是不是 柯P可以拿來黑人 柯P可以拿來黑人 那個太遠了 不要拿這個放進來 還有誰 金皮顧客 顧客 還有誰 好 我們先假設這樣子來講 我們來處理第一個事情 他現在碰到第一個決策難題 是在什麼地方 他的一個首席的一個 那個Head of Security 我要怎麼翻 警衛長嗎 安全 保全長 我們這樣子來翻一下 保全長 他的保全長不是說那個 市警局快要打電話來了 我們要趕快做個決定 看要不要開放這個東西 對不對 好 我現在問的是你們個人的意見 不是在問說 你們小組的意見 就你們個人跟小組討論完畢之後 你覺得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願意開放 你的大廳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就在台灣 好 你覺得你不會開放大廳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謝謝 來 我們這樣子來猜這個問題 開放大廳 好 先這樣子來問好了 一 開放大廳這個事情來講 對於哪些人會有影響 員工 對於員工 社區 社區 好 這個社區 還有呢 鼓動 鼓動 還有呢 警消 警消 科屁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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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會不會有影響 會啊 有進去也會有 好 先這樣子來問好了 呃 好 開放大廳這個行動 對於哪些的人 可能會造成潛在的一個 不利或者不便 甚至是危害 員工 員工 為什麼員工會中膽 因為 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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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內心這麼脆弱嗎 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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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過頓調的嗎 好 來 好 來 也去 員工這地方來講 你覺得會是一個負面的 你覺得會是一個負面的 是因為說你覺得會有心理受創 這樣子的狀況 好 還有誰 還有誰會對他有所謂的一個好處或者壞處 好壞處都可以講 都可以講 都可以講 這樣比較簡單 柯P 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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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到休息跟照顧 甚至還有東西可以吃 好 還有呢 顧客辦理業務程序可能會受到趕 如果他在趕時間的話 因為床沒環環了多少錢 他可能就 像我剛剛講 如果他趕時間 他可能就是下一個時間 他可能就一定會受到影響 為什麼顧客會在這個程序之下會受到影響 假如說他今天 因為他今天辦業務之後還要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你的假設是來自於說 顧客可能要親自來這個地方 做一些交割跟業務之類的拜訪 當時還有一些顧客來做業務 好 那我們假設一下好不好 這樣問一下好了 我們假設一下好了 假設這些顧客基本上 我先問一下好了 在座各位你有玩股票基金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在座各位 你有買股票基金的 那請問你最近一次到浩子裡面是什麼時候 浩子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 浩子 對 走進浩子做交易的 實際到還是 實際到 對啊 線上 現在都線上 怎麼辦 他說現在大家做財務交易都是用線上 不大會有人走到那邊跟你做交割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就走過來的時候就不會 他就不需要走過來囉 如果這些顧客不用走到我這邊的話 顧客會不會受到影響 我會不會覺得說 那個我的金融公司現在都無心 無心在放在我的身上 他可能現在都一直要忙著救災這些事情 所以可能就是 我的錢往那邊的話 會有個操盤會失利之類的 所以 儘管這樣子 顧客那邊可能有一些人 可能需要這邊的人幫我處理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會擔心我這邊 我这边的人不能专心上班 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是 是 是好 所以有可能有专心这个问题 我们先列下来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我们现在列出了这一些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股东会受企业形象的影响 所以是加分还是减分 现在这个阶段 看怎么操作才知道加分减分 我们对顾客是减分面 但是如果对受伤的影响 他们会觉得 不是 你现在外扬股东 所以我问对股东是加分还是减分 你是要加分还是减分 加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 透过这个事件 然后让大家可能对他的形象 就是他有帮助 因为为了保护顾客的权益 所以我决定说这边打死不要借给别人 你们不要告诉我我有这个义务对你们其他的人 我只对我的顾客有忠诚 所以做完这个事情之后 对我股东来 我可以对我股东传达的讯息是说 我们是照顾你们的一家公司 对于其他人的利益来讲通通都不在乎 所以因此 我对股东会觉得更高兴 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是要开放大厅 所以这部分来讲可能是一个问号 看我怎么做是不是 就现在来看 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不好 刚刚说对于顾客这边来讲 如果我开放大厅的时候 可能会让顾客抉择说 我是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 可能会因为担心我的员工可能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不能用专业帮他操盘 好 这个问题你们觉得对顾客来讲 是不是一个负面的讯号 我觉得不是 对顾客如果是对我来说 就是这一天没赚钱而已啊 但是有那么多人受伤 伦敦股市已经跌了20%了 现在我这边开盘的时候 我马上也会大跌 也会跟着大跌 也一起大跌的话 也一起大跌 不是啊 就有人死人还在安居前 这个人也太没有良心了吧 就是有那么多人受伤 当然是一道吗 你什么时候开一家公司 哈哈 应该不会 但是我觉得这种 就是今天他影响 不是只有以前的事情 就是我看他会一直持续发行 所以我觉得就是 他已经跟医生想说 可能钱只有一天而已 但是我觉得他是会持续的 今天没了明天也没了 所以可能就是那些公司会一直点啊 搞不好他买期货 翻一个盘 翻一个盘那个 身家也砸进去 没有啊 可是就是 他的远央 可能就没办法 好 有没有可能在我开放大厅的情形之下 一样让我整个公司 可以帮我这些 我的客户们 雇注他们现在的一些资产 并且可以帮助他们提供交易服务 就个案里面来讲 个案里面的写法来讲的时候 我有没有可能同时提供这些交易服务 可以 可以 做事实上的转移的话 我有可能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 在这里面来讲的时候 这边是可以被解决的哦 再来第二件事情 我帮顾客做到这些基本的操盘 依照他们的指令来帮他们下单 或者下单 以及说 代理他们来做代操这样子的服务来讲 就我跟客户来讲 这是什么关系 我对他有什么责任来做这个事情 经济 经济责任 所以我对客户来讲 我有个经济责任 必须要做到这个部分 除了经济之外 还有什么责任是我要做到的 法律上会不会要求我 必须要能够代理护合来做 最大的利益来做 法律上你们觉得有没有 可能要遵守他的 基本的交易规则 所以他叫我下单 我就得帮他下 例如像这样子 可能违背他的意思之类的 好 伦理上面呢 我对顾客有没有任何的伦理的 伦理的一个要求 还是做金融业来讲 那个有钱没父母的 因为你们每届都有不少人要去金融 要去那个当金融公司的那个叫什么 MA 想当MA的人 你对于你的顾客来讲 会有什么 伦理上的义务 还是我们要问顾力熊 我来好奇一下 我来好奇一下 品寒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能违背良心 蛤 因为顾客相信那个 对方 是 才把事情公布给他们 是 那违背良心去做 商量 那如果我今天 今天我把拉笔借给别人 会违反到 你刚刚所说的那个 违背良心来做事情的 我对顾客的这个 该有的责任吗 所以 至少在这个层次上面来讲 这个东西不会影响到 我对于顾客的一个 倫理的责任 好 我对顾客还有没有别的倫理责任 就一个财务公司或金融公司来看的时候 诚实告知 诚实告知 除了诚实告知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可能是我要做到的 如果没有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靠过去 好 所以这样子来看的时候 看起来 没有 跟顾客 我在开放拉笔 这个事情当中 只涉及到 我跟顾客的一个 经济的责任 对不对 而 这个经济的责任 虽然乍看之下 会造成我对顾客的伤害 但是 我是可以把它 divert掉 转移掉的 所以就这里来看的时候 这个地方 它未必 会是一个负号 好 对于政府来讲 当意外发生的时候 这样子来问好了 就一个企业来讲 对于政府 有没有任何的经济责任 企业对于政府 有没有任何的经济责任 纳税 所以是有还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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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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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纳税这个事情而已 我跟政府的经济关系 好像也只有纳税 纳税跟拿钱嘛 拿补贴嘛 就这两个嘛 是不是 好 现在他没有要有纳税 对啊 这跟我经济责任应该无关吧 法律上面 有没有任何的法律 要求我说 政府叫我开放大庭 我就得开放 在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法律 就伦理道义上来讲 我有责任要帮政府来做这个东西吗 我有责任要开放这个东西吗 我换一种角度来形容 先理解一下好了 假设现在涉及到的不是金融公司 是星光三月百货公司 你不是说要赚钱的吗 现在你又改变主意了 就花钱了 就花钱了 你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 一致一点好不好 来 如果星光三月的话 你觉得他要借一楼那个地方来 暂时做那个旧伤的区域 你们会赞成吗 不赞成 因为那个櫃太多 那个伤人 那个死定外难有 有一个大厅去哪里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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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说你们觉得要的话 为什么你们会想建议他 如果是星光三月的话 你会愿意答应的原因是什么 法律没有要求你耶 而且你对政府没有经济责任啊 为什么你要开放这个东西给 星光三月完全不开放 想说我觉得星光三月的话 我就不会开放 好我们先看这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星光三月第一是因为 他的顾客来往更多 然后附近的群众更多 然后以台湾来说 台湾人的思维来说 他们比较不会想要接近 例如说是太平洋 或是有淋湿的地方 哪个地方不死人 是没错啦 但是就该怎么样 他们会 我觉得以台湾来说 他们会比较 以我们来说 会有个比较避讳的形态 所以你会基于说 对顾客来讲 负面效果太高 所以你不会借给他 我可以这样解释他吗 好 还有谁 星光三月的部分 可是星光三月有很多的出口 你可以把其中一个出口设为 就是锦销专用的顾客 不要走那边啊 你可以指引他们从别的出口 星光三一层可能有五六个出口 你可以让顾客从一到三 好 我知道问题所在了 来 我们来想象一下好不好 现在早上时间八点钟 那个101大楼发生大爆炸 被那个飞机撞过来之后 飞机在那边撞了一圈 可能要倒下来了 早上11点 星光三月到开门的时候 你们会期待星光三月开门吗 不会 所以这是我们去年的第一点 星光三月当天可能不会营业 没关系我可以逛 可以逛 可以逛 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是星光三月你要不要开放 会开放 刚刚有人不开放 不开放的人举一下手 1 2 3 4 5 6 7 好 会开放那个停时间 开放借那个他的一楼借出来 让别人做救伤跟停时的地方 可以举一下手 好 先问一下 不会的人除了刚刚同学的理解 其实是说 因为台湾人对于这些生死的东西 机会比较多 所以可能放了之后有客人不敢来 除了这个理由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 除了客人可能不敢来之外 他会适合的地方 他会适合的地方 他会适合去摩托公司 摩托公司说你去华纳威秀 威秀说你来摩托公司 然后他们就说 你不会放大马路上就好了 阿楼叫他下来了 我来放大马路 让人再抬出来一次 再摔一次 那不是死灯产 所以 所以 不如干脆捐款 然后我们要开放 好 还有呢 老师 他可能跟他工商那样 回答出为什么他要开放 里面一些柜子 那些摊商 救人第一 救人第一 造成的损失我先帮你付都没关系 可是那些摊商很之后 就不会想要跟他们合作吧 为什么 因为这里死过人 也不是 可能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前面之类 所以你觉得 觉得他的合作厂商可能会抵制他 对 哦 好 有人觉得合作厂商可能会抵制 好 还有呢 不会放的 好 会开放的人 谁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假设你是星光三月 你会开放的人 谁可以分享一下 刚刚有比较多的人是举开放的 我吗 可以啊 没关系啊 我想 就刚才 岩伟他说的 他说他认为 那些跟其他合作的那些厂商 可能会认为不把利益放优先 所以你都跟他做 但是我 因为看法是 在把握公司很多都是国外品牌 那国外品牌 他们对于这种 呃 慈善或人道这种意识 我翻译一下 就说国外人比较人道跟慈善的意味 台湾人比较贱 但是他们在这个 他们比较愿意去付出 所以当 呃 当乔丹是 选择开放的时候 那些厂商 并不会因为 就这样 而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 他们觉得 跟这间企业 更有 合作的价值 因为他们 愿意把负荷放开 愿意照顾所有人 是 好 好 所以他是一个 respectable 的一个 company 所以愿意跟他合作 好 还有谁 会开放的 星光三月会开放的 嗯 我是觉得因为这件事情是 政府不是提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开放的话 等于就是 可能在这个地方 可以跟政府建立更好的关系 而且 我觉得台湾人 是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文化 所以如果做开放的话 那这样子 对消费者来说 他会觉得说 这个品牌很容易 所以这个品牌 我综合一下 两种讲法 这个品牌 是有温度的 但是因为这边 死过人 我决定不要这么靠近 这个温度 到底哪一种 对我搞不清楚 死人的温度 比较低 但是如果对长期来说的话 他们可能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觉得说 这个公司有在帮忙 是 好 而且他可以利用这件事情去 经验管理 所以你要 我开个百货公司 卖化妆品 多少成算 你叫我变纪念管理 你是 你是不是脑袋有洞 这样会不会太实散了一点 好 没关系 如果百货公司是像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换过来另一个case 回到刚才说的 财务公司 金融公司的例子之下 你们不会开放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理由 在金融公司行情之下的时候 你不会开放拉比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理由 不会开放拉比的 现在都会吗 这个太让我好奇了 这时候 我们的抽签单位又出来了 蛤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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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下 为什么不会 就其实 原本想法 也是跟新疆商业 差不多 应该怎么讲 因为我跟人认为说 台湾的 封锁民间 应该说像国外 他们是比较崇尚 英雄主义的地方 你今天这个 企业 他假如做得那么 有 台湾崇尚庶民精神 是高雄 是没选中套 可是 可是 应该说 他今天生活 如果是在台湾 来看的话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欸 一样是有意思 但是 再往后 日后的那个 他们企业的安排上面 他们的顾客 就会认为说 自己是有法安持有的地方 包括可能在 一楼这边 进来办公 或者是周围的人 都会觉得说 那边是 不会值得靠近的地方 对那些人 会有机会 对 好 那会开放的人 谁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会开放的 现在背景还是在星光三月 没有 现在换回来到101大楼了 好 现在换回来101大楼 记住喔 101大楼 先把刚才有一组 讨论到的东西讲出来 你不要管房价的事情 因为101大楼是顶心 不对 101大楼是自己 它那个所有权 都是101那个集团 那个公司的 所以跟上面的租户 都没有关系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 那个 可能潜在的叠价问题 先不要想这个东西 我觉得101就是台湾的指标 它是一个这么大一个企业 它应该要有一个肩膀 可以肯定台湾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责任 那像这个就是 其实对他们来说 其实 不会到属职很大 就算属职 他们也不得及 就一天没一夜 我对谁的责任 对社会 对社区吗 对社区吗 还是对社会 是很大的一个名词 对啊 我把社会的组成分子 拉开来看的时候 你会指的事情是 你觉得他对哪一个社区的分子 是有这个责任的 就是在进他们店内过的 顾客 现在指的是顾客 可是顾客来讲 我对顾客 我对顾客有经济责任啊 可是 并没有法律要求我说 当那边出事的时候 我要给这个东西 可是你是一个 就是那么大的责任 对 所以我是对谁有这个责任 对谁 国家吗 对 这是我现在要练习 掐开来看的部分 你要把actor 拆出来之后 会比较好去解决 知道说 到底冲突点在哪边 谁啊 好 所以现在刚刚讲到 是政府要求他 科幂对不对 好 我对科幂来讲 科幂跟我说 科幂叫我开放 我就开放吗 没有 所以 科幂没有法律的权利要求我 对不对 他也没有经济的责任要求 我只要缴税给他 我没有逃漏税 你就拿我没责 那伦理上面呢 我有责任要协助政府 处理这个问题吗 对于任何的厂商 或者个人来讲 我有责任要协助政府 处理这个问题吗 觉得有的人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当有着意外灾害的时候 我有责任要帮政府来 其中处理他的人 绝对没有这样必要的人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政府自己要想办法 你要自助 OK好 所以 这里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前面强调过一个东西 叫做伦理责任 对不对 而且我们强调过一个事情是说 伦理责任的重点是 一 它本身是合理的 公平的一种做法 二 这个东西是社会上面 大多数人的共识当中 认为 我们期待你这样做 在刚才来讲的时候 政府要求我 这个事情 能不能得到大家的一个共识 就我们刚才表决的状况来看的时候 好像不行吧 因为 至少表决结果来看是一半 一半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 对于这家公司来讲 它并没有任何的一个 伦理上的要求 伦理上的责任是说 我得帮助你 我是在做超出伦理要求 就是说 我不做 不会被骂 但我做了之后 会超出你的期许 也会让你觉得说 我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对象 所以至少 就刚才各位讨论来看的时候 开放这个东西的需求来讲的时候 它事实上 是属于一个 叫做 慈善责任的一个部分 这样可不可以理解 这样子的用法 好 那 再来 开放的时候 对于谁 还会有帮 除了要开放的人来讲 除了政府的要求之外 还有什么理由 会驱使着你 你觉得说 我应该要开放出来了 帮助警消是你们的考量因素之一 帮助警消是 为什么帮助警消是 为什么帮助警消是你的责任 当我们路上看到警察在抓贼的时候 我们要进来帮忙抓 还是应该手机拿起来拍 还是应该躲起来 特别警察被揍的时候 揍回去啊 路里好了 这么收 好 那所以 对于警消来讲的时候 我对于警消 警消 有时候我今天开放大厅 来帮助警消做事情的话 这个算是我什么责任 觉得我有伦理的义务 要帮助警消来解决这个事情的人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好 觉得我完全没有任何的义务 责任 帮助他处理这个问题的人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好 所以这部分来看的时候 似乎 看起来事情是说 他会比较偏向的事来自于 是一种自散责任 我们所说 可做可不做的 好 那新的问题出来了 现在列完之后 我们发现到件事情是说 至少 我们刚刚讨论到 有两个 都是那种可做可不做的 可是刚才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开放的话 谁可以告诉我一下 为什么我要开放 或者 或者说换一种讲法来讲 因为对于哪一个 利害关系人而言的时候 这个是我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要开放 为什么我要开放 为什么我要开放 对于 你是在示恩 对 对 基本上 你就是在示恩 我先给你什么好处以后 你要报答我 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个人 有点卑鄙 不用觉得他是 对你自己来讲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太利益的 倒上的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 好 当然 施恩可能是一种可能的讲法 对不对 他们别的理由 对于市民来讲的时候 对于市民 可是我是员工 对员工 好 员工 员工 就是公司应该要有衣服确保 就是 还有责任确保每一个员工 是不是 安全的 可是这跟开放的拉皮有什么关系 就是 受伤的人有员工啊 所以你就是 一起进来 那你就会确认员工 我至少有三个员工 他送进来是七百个 七百不行 那我是不是要 那我是不是要先他们 先送上员工识别证 决定你能不能进来 就不用吧 就是 到时候员工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好 不是唯一个啊 可能会救到员工 好吧 我们先接受这个部分 还有呢 好 我们再换一个 一个例子来看一看 我先想看 这例子好吗 好 有一个 我觉得我一直不太喜欢举这种例子 有一个女生啊 现在衣服 后面衣服有点被撕破的样子 然后呢 往你的家里这边冲过来 他敲敲你的门 你打开门 看到这个被他吓了一跳 他跟你说 后面有一个色狼在追我 我刚好不容易挣脱出来 你能不能开门让我进去 进去躲一躲 这个时候 你会开门让他躲进去的人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你不会开门让他躲进去的人 能不能举一下手 你不会开门让他躲进去的人 能不能举一下手 你在那边躲在那边看着他 看着他被人家弄 然后你就把他录下来 因为警察还没来 是像这样子吗 我不认识他 但我完全不认识他 他这样子要进来 重视他的理由 听起来很合理 但我没有办法 像是一个落身的人 是 好 还有新人跳的理由 我先把他删掉 先讲完先删掉 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由 如果不会的话 有没有说干我屁事的 诶 怎么都没有人讲这句话 我们呢 我们还有人情 蛤 没有 没事 好 那会的人 谁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我 没有 没有 就是在那个状况下 其实会比较紧急的 其实如果想要 就像之前说 如果这时候我想要 是先报警的话 在我打开门 然后拿起手机 啪啪啪报警 这段时间就会有 后面一个射牢就冲过来 在这个时候如果 那一个犯罪者 他是比较没有理智的话 我跟那个女生都可能 受到伤害 然后比如这个女生 跟我身材比起来 当然如果他是穿角选手的话 那我们还没有理智 但是基本上 不会有 比较难出现比我撞的女生的话 其实先让他进到家里 应该是还好 因为他 老师刚才也说啦 他一股被吃破 然后手无寸铁 然后基本上 我认为 我还是 不会有太危险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先让他进来 后再 先把他们搬下来 确保暂时的安全 然后再进行报警 跟其他处置 我觉得是比较适当 好 所以在这情形之下的时候 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 其实就一般的一个 状况来看的时候 好 第一个 法律上我们要求我说 我一定要开门 救出所有苦难的人 No 二 救出苦难的人 有什么好处 没有 真的期望值狗包是负的 因为万一把现人跳的几率 算出来的时候 加起来期望值狗包是负的 三 我们会不会做 大部分人我们会做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要帮助他 就是所谓的一种 伦理上的一个责任 同样的 在这个例子之下的时候 因为这边有人受伤 以及说社区那边的人 有人可能被吓坏了 所以呢 他们需要找地方 来避难的时候 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 不是法律要求的 他也不是所谓的一个 对我什么经济上的好处 但是我们一般的人 我们会做这个事情 所以在这里来看的时候呢 他会满足到 我们所谓的一个经济责任 当然 对员工来讲的时候 这个地方来讲 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正反两面 各式各样可能的讲法 有人说 开放花进来完之后 好 那 那个叫什么 以后 以后 第一个员工可能经过会被吓到 刚刚说 流雪之类是谁讲的 流雪是他讲的 好 再来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边可能有死过人 以后员工来这边上班 心毛毛的 刚刚在那边跟他讲说 这个 这个教室已经闹鬼的故事 刚刚讲过这个故事 好 那 所以这些地方可能是负面的 但另一方面来讲 也有的人会觉得说 这个不见得是负面的 因为对于员工来讲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这家公司是愿意在社区当中 有碰到困难的时候 愿意伸出援手的一间 值得被尊重的公司 所以 可能会让员工更加乐意的 这家公司来上班 那类似的例子来讲 我要怎么讲呢 好 我记得以前在那个 丙心油饼案的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 我们参加那个活动 叫什么抵制林凤云之类的 是不是 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 很少听到有人说 要去卫权应征 因为大家都觉得卫权 是个卖黑心油的地方 去得很丢脸 虽然那个东西 严格来说 事实上到底怎么发生的 我们都搞不清楚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负面的印象 但如果说 另外有一家公司 可能之前是有做过好事的公司 搞不好会比较容易 吸引到别人来上班 所以对员工来讲 这个地方来讲 可能是正面的东西也会出现 所以在一般的权衡之下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期待 各位的事情是说 把这一些各式各样的 利害关系的人当中 把他所属的这一个 哪一层次的 责任的部分放进来之后 再来做一个综合性的评估 跟思考 在一般之下 我们会希望针对 个例事情当中 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评估 好 那 处理完 因为如果你去看 那个个案里面 在讲的各种专家讲评的时候 你会发现 至少我看起来 感觉的事情是 如果把读者的回应 放进去的时候 好像支持开放的人 比那个 决定不要开放的人 要来得多 所以从这地方来看的时候 或许开放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 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到 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议题了 除了我要不要开放 这个拉比之外 你是这一家公司的CEO 你觉得在这爆炸事件当中 还有哪些的事情是你可以做的 除了说 一 我开放之外 我要强化我的门禁 这些事情之外 这属于执行细节的部分 这个东西之外 好 这个东西先放一旁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你觉得还有什么 额外的事情是你该做的 请注意我们原先的剧情 剧情是 发生了爆炸案 在你那个大楼的旁边 然后 你有三个员工 受伤了 外面有很多的人 也受伤了 好 那这里面来讲 除了要不要开放之外 还有什么事情是你可能会做 会考虑要做的 跟媒体保持联络 跟媒体保持联络 跟媒体保持联络的目的是什么 要不要开放 如果你开放的话 可能未来几天 你要收割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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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形象 那如果你不开放 你也要 你也要有一套 一套说法 说 因为之后可能市政府会 很报告性说 你要想办法靠一张嘴 说出一条出路就对了 有一个 那个 我们有想出一个配套 就是 因为它是金融机构 或许可以 就是帮忙 成立一个 募款的活动 因为我们不开放 但是我们 做这件事情 来让那个 募给谁 募给那些可能需要的 受伤的人 你现在都不救别人 我干嘛相信你 你募来的款给他们 你会先捐一笔钱 偷钻影区 捐一千块 就是 降低不开放 造成的 负面冲突 好 还有什么事 你们可能会做的 成立自己的应变中心 什么意思 应变中心 我来换一种玩法 我来换一种玩法 回到一个比较 因为 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用自由的方式来讲 好像会有点没有结构 我拉回来到一个简单的判断方式 如果我看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跳回来 用厉害关系的人的角度 来看看说 我该 可能他们需要什么事情 我可以帮他们做的 这样子的角度 来试试看好了 所以在这件事情之下的时候 现在这个事情当中 有员工对不对 我需要额外的 在对员工做哪些 做些什么事情吗 如果有的话 这些事情会是什么 针对员工的部分 就是开放 让他们 不用急着上班 开放前天 他们打电话给加入 报名前 你怎么让我想到 那个赖心得的感觉 跟小孩子说 今天台风天 你们要上班 上到一班 都跟你说 痛太大了 你可以回家了 你也是赖神吗 现在外面还是关系的习惯 人家在公司的家里 人家都已经出门 到那边了 跟人家说你回家 会不会太狠了一点 没有 我说就是 把钱包之类的 我现在在公司的家里 好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 是你会帮员工思考一下的 还有什么东西 等等等等 你需要给员工 受伤的员工家族一些补贴 还有家属一些补贴 好 那我现在问题出来了 我为什么要给员工 这些受伤的补贴 我有欠他吗 那又怎样 我跟他只是一个交易契约而已 你来这边 不然我做什么事情 我给你多少钱而已 那 这上面并没有说 你万一受伤了怎样 如果有的话 也是向我们保险来走就好 跟我完全无关啊 为什么这个责任我要扛 这个东西超过了我的经济责任吧 他可能是一天来公司上班的途中 然后把我讲的 那那个东西也是老保的事情跟我无关啊 我干嘛额外再出钱 我对他没有这个责任啊 你要帮忙 你要介入进来 是不是太好了 我要等人介入进来 你要把那个观念导出来 不是 就是我不一定有诊 我不一定有诊 但是你可以用这个手段 收买运工的东西 不是收买 获得运工的东西 我发现 我发现 我发现念馆院的人 都非常的 利益导向 非常地喜欢用释恩的方式 来解决 这一切的东西 好 恶心 除了 除了说释恩这个理由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觉得说 我们 有责任的 你觉得是慈善 为什么 因为我们 就是 没有人要求 什么道理 做了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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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就是 慈善的 心意 出发 好 我们这样子来猜 第一个 经济上面来讲 我对于员工 额外的一些事故 这类的东西 我应该是没有太多的责任在身上 除非我们今天合约定的很奇怪 就法律上面来讲的时候 虽然我们有说 员工上下班途中如果受伤的话 我们可以算所谓的工商 就台湾的法律来看 工商的话 可以请工商假 然后并且取得到 免于被fire的权利 这个我要强调一下 如果你是因工受伤的话 公司不能够随便fire你 所以万一以后 你因为工商的话 请你不要笨笨的 给他签下一张自愿离止书 这个是真的 除了这个之外 我并没有任何的义务 要给他干嘛 可是 拿过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你觉得说 当你发现你有员工 在这个事情当中受伤的话 你觉得你会想给他一笔钱 甚至是说 他的家人 例如像这个人身亡了 你会想给他家里人一笔钱 让他来可以 稍微的补贴一下 的人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在这个事情当中 你会想补贴他一下的人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好 对不起 换一种说法 这家公司是你的 我把这个字也再强调出来了 这家公司是你的 你的员工来上班的时候 因为这意外事件受伤了 你会觉得 你会想多少给他一些 补贴的钱 帮他来疗伤 或者是帮家人做一些 因为你要知道 人走了总是要一点钱嘛 你那个 就算被烧掉也是要钱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会想帮他或多或少 补贴一些损失 问一下的人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这是你的公司哦 这是你的公司哦 老师你确定 就是你现在的前提条件 是原本已经挂了 挂了 或是受伤 想补贴他的人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你完全不会动手的人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好 一位好 我们先进一位同学告诉我 为什么 就是 但是我刚刚有确定一下 他是 是不是死了吗 如果他死的话 以台湾的 公秦民主来说 我会报个百报 但是现在 三千块 他只是受伤而已嘛 就像老师说 他原本 原本我就有给他薪水 然后 而且 我这个前提是 已经确定过 他的生活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包含 支付医疗费这部分 那在没有问题的状况下 他本身就会有保险 跟劳保 健保等等 所以我不认为 所以我不认为 我需要 就是保险公司的责任 跟你根本就无关 而且 文确定说 在我这公司上班员工 他的生活品质是可以的 而且 他有办法度过这次的难关 那我觉得 我 原本送了水果来 那我就不会再给他做其他的陷阱 水果来一盒一千多就有了 就不错了 五百就有了 五百就有了 医院五百就有了 好 会给他钱的 会用额外的方式来 补贴慰问他们家人的人 谁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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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说愿意 愿意问 所以为什么现在都觉得没有理由了 你会问吗 为什么 对 我是觉得说 这样子对公司有比较好的形象 好 为什么这样对公司有比较好的形象 就 不要让其他员工觉得说 公司 就单纯只是把员工设计三小工具 可是 反而是说 是 公司重要的一刻 他已经吸取这种 可是 我请员工 跟员工之间的关系 不就是这种所谓的一个 雇佣关系吗 就是这么简单的关系啊 所以 我干嘛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 他们对公司的期待 有一次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觉得公司对员工 可以不是只有这样子的交易关系 还有别的关系存在 而你觉得说 付这个钱是来自于这种关系之下 所引进的一个义务 或者该做的事情 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吗 超出你的交易关系之外的一些该做的事情 好 还有谁可以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会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因为在员工之前帮我赚多钱啊 所以就是我基于一个照顾员工的心理 不是他 不是他帮我赚钱 我付钱 我付给他钱 他帮我赚钱 不就交易结束了吗 还有因为大家可能也都会觉得 说老板一定要给他钱 所以老板就算再不熟 还是也摸了把他捐出来 对啊 因为社会大众都期待这样子 再加上 就是你个人 好 就这个部分来讲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 经济上面来讲 可能不见得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二 法律上面来讲 并没有多的要求 但是三 在伦理上面来讲 我们注意到的事情是 一 就刚刚表觉来看的时候 至少反映出来的事情是说 社会大众期许你 在这种意外发生的时候 多少你表示一点心意吧 多少表示一点 当然我现在说多少表示 不是叫你捐个五块十块 就把人家打发走了 可能是一个 适当的一个状况 但这个东西来讲 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讲的时候 大家把它当成一种意理人情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是的 我可能要帮员工做出像这样子的事情 那又或者还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可以帮员工做的呢 刚刚有人告诉我们说 可能心理受创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帮他们做些心理辅导 安排心理资商 这样子的例子不是没有 各位知不知道 李长荣化工的那个事件 之前不是高雄气暴吗 然后当时荣化的员工其实蛮可怜的 因为很多的人都在责怪说 你们荣化是家黑心的公司 造成他们的员工就是 觉得说心理觉得很难过这样子 也因此提高他们当时的离职潮 结果他们后来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公司请了一堆的心理资商师 让员工跟他们来做心理资商之用 然后根据他们老板娘的讲法 是他觉得说这时候员工心理受伤了 我们公司应该想办法 帮他们扶平这些心理的伤害 当然也许是客套化没有错 但他至少没有把这种 所谓的一个 帮他们绕跑 所以我至少先这样讲话 就这样赶快抬个私商师 让他们愿意留下来 这样子一种 是恩的口气告诉我 所以换言之来讲的时候 当你要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至少对外的时候 请你记得 你要把是恩的那一块的东西 给隐藏起来 好 除了说 对员工之外 还有谁是你们觉得 你们可能会做的某些 会做一些事情 你们会对受伤的人做额外的一些事情吗 应该会跟一些慈善团体联络 嗯 然后因为毕竟自己在救助跟协助商者 或者是 呃 警察人这方面 自己公司并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跟这些 实战团员联络的话 呃 提供他们适当的一些硬体的 设施的帮助 嗯 同时也可以有 当然 现实面的帮助自己的形象 也 当然另外一方面是 可以帮助一些 需要的人 可以得到适当的照顾 然后也是自己公司 简单做得到的 好 一样回到高雄气暴那天的那个例子 我还记得当天 PTT八卦版贴出了一篇文 那个人是说 他正打 他现在正在 正准备要搭高铁 然后呢 他们公司做什么东西的呢 做那种大型探照灯 做那种大型探照灯 那因为气暴那个时候不是 因为很黑吗 都晚上的时候对不对 然后 呃 会看不到 看不到那边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呢 他们公司 他们公司做那探照灯的 那探照灯一支大概一百多万 那种大型的探照灯 然后呢 那两支是客户订的 他说 他的老板 叫他 把这个灯拿下来 送到当地去 看能不能帮助他们来照这个东西 那是当时他们要做的这个事情 好 新的问题出来了 他们公司干嘛要这样做 好故事还没讲完 正常来讲的时候 如果你是记者的话 在那里你会做什么事情 我问他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问老板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是这样子吗 正常来讲 我要先问的事情是说 诶 你们公司的名字叫什么吧 会问 PTT上面随便有个文 那个1450一大堆 你一看就知道了吗 好 所以呢 然后呢 那个人呢 那个人有回文 有人真的问他说 你们公司是什么名字 真的有记者去问他 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 我们老板说 不要告诉别人 我们公司的名字 他说 他不想被别人以为说 他是为了买这个名声 所以来做这个事情 你要注意哦 这个灯下去完之后 你的200万就没了哦 因为客户定的 你还有想办法跟客户解释说 你的灯为什么不能够及时交货 然后呢 可是他一样做了像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换言之来讲 对于老板而言 他在当时的那个事件当中 他是把他当成是一种所谓的一个 类似像是公民行为 这样子的伦理的态度 来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公民行为代表的事情是说 对于你自己本身并不见得有利 但是你觉得作为社会当中的一个成员 你应该做的事情 那类似的例子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是 那是看苹果日报看到的 在彰化那一边 有一家是在做食品的公司 那他们有一阵子 跟一个喜憨儿的一个机构那边合作 让喜憨儿的一些患者 过来这边帮忙包一些东西等等 那请你先不要想到喜憨儿 谢谢 好 这个和谦续名 好 那讲到喜憨儿这个东西来讲 因为他们毕竟说 手脚有些不大方便 反应可能比较慢一点 包东西有时候包的比较不好 所以呢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来讲 可能第一个 那叫什么 品质可能差了一点 需要别人重包 然后二是效率很差 那一个月之后呢 这个人在想一件事情 这个薪水我该怎么算啊 你说叫我给一般员工的薪水 他们做的实在是有够烂的 可是呢 你要说什么薪水都不给人家 就怪怪的 对不对 他就觉得很苦恼 因为他就刚接班的第二代 他就跟他爸讲说 他这个东西该怎么办 那你觉得他爸 他爸怎么跟他讲呢 他爸问了他一件事 他爸就跟他讲说 你跟这些人计较 你是不是他被雷劈是不是 做这个工作 该多少成就多少钱 不要计较这么多 所以换言之来讲 就他爸那时候 在看待这个东西的 那个逻辑上来讲的时候 他也是 并不是用经济的角度 在看待这个事情 他是用一种 所谓的慈善的角度 在看待这个事情 因为换言之来讲的时候 一般来讲 这种事情 我们并不会期待 这个公司 用一般员工薪水给他 对不对 会用一种所谓的 建教合作之类的 压榨员工的方式 会将下来 可是他爸觉得说 这是该做的事情 所以换言之 在实际的企业 在碰到这些角色上的时候 他可能会持有 不大样的心态 来处理这个东西 那很多的时候 释恩 释恩是不是一种 可能的东西 可能是 而且的确会有很多 对这个公司来讲 更多的 用英文来讲 比较Awarding rewarding 这样子的效果出现 但很多的公司 他们在做这个 决策的时候 首先想的不一定 是先从 reward的这个字眼来想 来想他 而且用一些偏向公民行为的角度 来思考这样子的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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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